韋雨粉碑 韋雨妙伤 踏開雙手 就能感覺我 韋雨薇舉辦韋雨粉絲見面會 終於站上舞台和歌迷們相見 其實看似都很淡定的Touch 卻緊張到發抖 超級 因為我剛剛本來沒有發現 我自己有緊張成這樣 直到我唱完把那個耳機拔掉 那一瞬間我發現我手是抖的 因為其實我最近一直在訪問 然後有各種不同的訪問 也有一直練起唱歌 所以我好像喉嚨聲帶有用的過度 導致於我最近那個聲帶有點腫起來 跟用力講話會痛 所以我就很緊張想說 完蛋了 就是明天要唱歌然後怎麼辦 然後昨天也找了醫生 醫院都沒開 今天更不用講會開 所以就等於通通都沒開 我就想說今天早上開始 可能我就要開始噴藥啊 或者是開始保持肩默 先都不要講話啊 對 昨天我基本上晚上都沒有講話 前面會當天給力的布置是喉嚨 還有神隊友小樂無思嫻 到場支持 為雨薇打了一劑強心針 雖然他已經演戲很厲害了 但是現在 現在繼續來搶別人的範圍 對 哪搶得到你的啊 沒有 我是男生啊 不一樣的 對 其他女生小心一點 對 女生要出身極了 大家要小心了 我不會已經很少了 不要這樣 對 也難怪 就是搶者總是寂寞的 難怪他沒什麼朋友 對 他每次也是對我有話直說 對 這樣每次在所有的現場 但敢K我的人就有他 對 他有我 不要講這個 今天是我的 今天是他的粉絲見面會 你一直在講我的壞話 這不是壞話 我的意思是說我們 你敢K你的還不是壞話 我們感情很好才可以這樣 所以他有私底下 跟英雄他們一起講 沒有 對 我等一下問一下他 說 我覺得稍受這個數字好像 是不是有人忘了預購 小樂出來好像有稍微飄一點 有點什麼 有飄雨 有飄雨 對 你一直說 你是說就是 讓他揹這個黑鍋 因為他走了之後太陽出來了 我本來看到那個新聞寫那個 大雨是紅色警報的那種大雨 然後我覺得好險 就是上天非常的關照我 讓這個雨可能半夜才會來 但我覺得小樂來我非常開心 因為就是很放心的感覺 因為我發現就是 歌手跟演員不一樣的是 演員在台上的時候 總是會有你的男主角陪你 你不用去好像一個人 要承受這麼多訪問 或者是面對這麼多的壓力這樣子 但是這一次就真的完完全全 是我一個人 不是為了活動的商品或是什麼 而是我本人自己的商品 就覺得哇 今天要銷售的是我自己 我覺得特別緊張 有了小樂粉絲們的陪伴 見面會一路順遂 直到雲溫拉彩蛋的那一刻 卻拉慘了 2019年粉絲最期待專輯 哇 喔對 有拍到是嗎 因為你知道那一刻 我打完之後 我本來想裝美式 但是我看到有人看到 我就覺得那還是講出來好了 以免裝美式會被 你知道下一個標說 被打到的還裝美式好了 我還寧願 對… 我沒有想到那個彩帶會這麼長 所以我就站在她的正下方 以為她會剛好落在我頭頂 對 這樣鄭重我的臉 但還好沒有很痛 所以有心裡準備會被重播三次 之類的 或者是我拉起她的 跳開來的畫面 也會被重播三次吧 好啦 這個就先放過雨薇了 重要的是心經微雨 將在5月7日正式發行 還沒預供的粉絲們 得手刀去搶啦 完全樂理新聞為人採訪報導 超如果你閒視我 我們不會再看 她想被想被陷入 太太太 成功 不發 超級不足 太太太 任督 進 triumph